韓國瑜谷底大復活 是要感謝賴清德嗎 這是不是代表著黑韓失效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 最新的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首先反感度大降 反感度不斷地在下降 深藍色這邊是比較新的 這是2024年10月份 然後這邊是2019年的12月份 反感度大降 這樣差不多有一半 但好感度大增 這就厲害了 也是增加了將近快要一半 感情溫度上升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份民調怎麼看 來游英龍告訴我們 董事長說代表國人 對韓國瑜的感覺是正面的 也傳達一個清楚的訊息叫做 韓國瑜重獲高人氣 在政治上奇蹟是復活 也為台灣政治過程 投下一個超級變數 這樣的正面影響 有沒有辦法延續到2026呢 2026我們等一下看 等一下我們來看 亮哥說 要感謝賴清德啦 因為賴就是鬥雞 都在全力鬥爭 韓國瑜的對照 是在促進朝野和諧 所以拿個比較像總統 這就是強烈對比 好大佬怎麼看呢 神父熊說 我覺得韓國瑜啊 是從谷底爬的最漂亮的 這是預期當中 他說這對他好 但也可能是到達某個頂點 他說因為這個頂點 民進黨會警惕喔 他說國民黨內部潛在的敵人 也會看得很緊喔 對他來說不見得是好事 你看大佬就不一樣 他眼界格局看得很廣喔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是提到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做出民眾對於韓國瑜感情溫度的這份民調呢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做呢 他說最近綠營在操弄 韓國瑜對戰 國民黨兩個太陽 韓國瑜2028有望嗎 為何不在2月份 就是說韓國瑜剛上任立法院的時候就放這個民調呢 而是等到10月份才做呢 他說因為現在正好是韓蘆對戰的消息傳出來嘛 他說這個時間點太巧了 那大家也可想而知這個時間點來捧韓的用意是什麼 會不會被神父熊說中呢 我們來聽他分析 為什麼在這個時機點要把韓國瑜去做他的個人感情溫度的題目 為什麼 最近綠營是他們在刻意在操作韓蘆對戰 這是一個最近被製造出來的 什麼兩個太陽啊 國民黨兩個太陽 韓國瑜2028有望 然後呢 盧秀燕跟韓國瑜勢必這個中需一戰等等的 尤英龍老師在這個時間點 注意喔 這個民調是在10月13號到15號這個時間點 就是在這個所謂的霸梁結束之後 為什麼要放一個韓國瑜的個人感情術 如果今天要放應該是二月 今年二月台灣民意經會 二月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以後就該放啊 是啊 那為什麼要到10月份才放 我不做太多的這個武斷的揣測 我只是說太巧了 跟他們在操作所謂的韓蘆對戰 時間點剛好一致 那我只能說這個時間點特意要去捧韓的用意為何 韓國瑜他因為他所站的位置不同嘛 他在立法院長我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 請問他有所謂的意識極度不公嗎 請問他主持會議有不就事論事嗎 包括上個會議這個有民進黨立委 這個自己遲到跑去嗆韓國瑜 最後是誰誰得分誰失分 就說韓國瑜他在院長這個角色裡面 我覺得大家看出來他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嘛 基本上在台灣喔你只要做做好份內的事情 大部分民眾就會給你肯定這就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如果連份內的事情都做不好 你才會被唾棄 好謝謝大家我看聊天室大家討論的很熱烈喔 來繼續留言繼續留言 益政都會看喔 好這個多少24噸的許智傑槓上葉原汁之後呢 最近幾天啊這個罵人的話越講越難聽 已經開始到人身攻擊了 還罵什麼伐際線啊流浪狗 越罵越歧視耶 這種口水戰真的大家不想看 許智傑反擊說被歧視輸了早就兵 哭著早就兵 所以呢許智傑23號現身他強調說 絕對不是惱羞成怒而是陳述事實 是葉原汁先講每種每腦才會讓事情先過去 也沒有羞有沒有怒啊 我看是不是他惱羞成怒的機會比較大 我覺得我們就是很客觀的來描述事實 比較數據 沒有什麼所謂的刻意針對他啦 那我希望說他也不要這麼刻意的就是說 其實罷免是人民的權利但是也不是我提出來的 我們希望說板橋人好好的去思考一下這樣子的立委是不是應該被罷免 他自己有年齡歧視啊然後又說什麼其實這個東西也不用太嚴肅的去看待啦 那就是說他其實是他先講我美腫跟美腦才會引起這一些的波折 那我覺得就讓他過去啦那希望葉原汁也可以理性的好好的 問政好好的做地方的服務比較重要 好插播一下我們先回過頭來看剛才的那個溫度表嘛 就韓國瑜現在人氣越來越旺喔 那港媒中平社是分析他說這代表民進黨呢喪失了黑韓這張牌 在202691大選的時候會有兩大壓力 哪兩大呢一對高雄綠營更有壓力因此2026絕不能失守 二選民回歸理性綠營的執政包袱就會更加的沉重了 好以下都是有可能的人選嗎 現在很多人在被點名點將的 首先呢包含了柯志恩國民黨潛在人選 那綠營的部分呢 盤梦安邱毅 林黛華 許明春 賴瑞融 許智傑 最近在立法院博版面的許智傑 總之呢的確就像媒體分析的 2026藍綠都有不能失守的壓力 好剛才看到了許智傑剛上葉原汁嘛 大挑24噸啊 然後酸葉原汁髮技限高啊 體力不好什麼的 許智傑也參戰嗎 他也反擊許智傑說 你很幼稚不等於年輕 以為踩到人家的痛處 其實是嘲諷霸凌 這些為三千煩惱絲所苦的人 因此呢許智傑還大算 在立院表演24噸竟然這麼愛蹲 那你就繼續蹲吧 千萬要把立委蹲好蹲滿 或者是乾脆家裡蹲 第一個喔 幼稚並不等於年輕 我覺得許智傑委員可能搞錯了 那第二個呢 從頭到尾由上至下 360度環顧一圈呢 我也看不出來許智傑委員 哪裡比葉原汁委員看起來年輕了 他看起來是呢 許智傑委員是自我感覺良好 第三個呢 是有關法際線的問題喔 那我覺得呢 這個我們自己人之間互相虧一虧 如果是朋友的話還好 但如果呢你們兩個並不熟悉 你就貿然的去講別人的法際線 你自以為踩中了葉原汁的痛點 但實際上呢你羞辱到的是很多 為了頂上三千根毛髮 而煩惱的平凡普羅大眾 所以高雄市的市民聽好啦 你們家的立委是會去嘲笑頭髮掃的人喔 所以既然許智傑這麼愛蹲 16蹲那就繼續蹲 不只是立委蹲 那甚至呢蹲一蹲或許回到家裡蹲 也說不定 我覺得可能是 但是我認為這種耍寶式的這種聲量 好像對於一個選市長的人來說 要通過初選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建議他冷靜下來 審視一下自己現在的身 身事跟身份地位可能會比較好 否則的話他今天跳明天跳後天跳 不是就把我們的這個立法院當舞廳discord了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超多層我 辯子 領沙 這邊配人 你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